HELLO 大家好我是鍾姐 今天我們來到了這邊是握於無期的中央路上 那這條路要往龍井的方向 但是還沒有到 我們在路途之中的其中一間 那這一間我們之前曾經有來這場玩過 感覺非常不錯 今天要來到這場就來這場玩一下吧 這一台上次好像沒有 沒有印象有這一台 哇 超級階梯 而且他的爪力我相信應該是全開的狀態 哇 爪距 爪距太開 對 原本想說要吸那個公仔 但是應該是完全沒辦法了 看能不能彈出來也好 哇 公仔不能吸的話 那來外丟 可是你外丟也沒用 對啊 除非這整個剛好丟出來 哇塞 它又有點縮動口 對啊 它怎麼可以吸 它剛好像吸在那個菱角最大的菱角 誒 這一下真的是運氣好 真是意外 超意外 對啊 但是不得不說這一台爪力應該是全開狀態 而且它在打的過程還會帶一點小黏 前面那個我再小試一下 但是這個我想要逆 能不能逆去正門 這個 但它頂到就會收 逆 中 丟 中 外丟再帶一點點黏 所以就全包就好 中 哎唷 水沒有噴出來 來啊 手持風扇燈 怎麼會溜掉的感覺 我覺得好像它會自殺 來了 不理它 它怎麼可以踩成這樣子啊 我也覺得很厲害 而且已經過了 點一下就過了 後面或者是後面的東西稍微撞到它就出了 哇塞 已經出兩個 對啊 怎麼這麼驚喜啊 完全出乎意料 再丟 這台出貨都很驚喜耶 對啊 都完全不是照著我們的意思走 但是這樣也好 這樣感覺也蠻舒服的 再一個 這個能不能下來 好像可以耶 不一定我們會被丟著丟著全部都彈出來了 彈光的這一台 它只要點下來之後 因為它後面好處是後面做一個斜坡 只要做了斜坡 玩起來都蠻不錯的 下來 來了吧 然後這個給它一個全包 但是我覺得好處是這一台 它的那個斜坡 它的那個後面那一節做的比較小 所以東西下來之後 基本上很難回去 彈回去的機率很低啦 超低 然後這個我等一下就一個膩 哇塞 你看這爪力 兩顆一起撥出來 超暴力 來了 然後這個 B毛修剪機需要嗎 呃不用 我有 吸啊 可以吸耶 哇塞那個 再丟回去 有了 丟 再一次喔 哇這台好勝喔 因為它雖然爪距開 但是它只要 你能夠那個零角可以吃得到的時候 它那個還是有吸力 所以剛才公仔是這樣吸出貨的 對啊 來啊 給我一個彈 但是這角度就比較 全包 全包大外丟 再包 又來了又來了 沒甩幅 等一下 這個送它 好 剛剛那個甩幅突然沒有 這個還比較好一點 哎 又來 又一次 但是這台的好處 它的下陷長度很長 全包 基本上都是往前丟 有了 甚至我覺得前面我們不用二樓 全包全包 也是有機會直接丟出來 因為這一台 它後面有做一個那個階梯 你打到它會往前衝 有了 包到 再來 但是我覺得全包是比較好 來 包機 你是不是可以甩打 它有過 這個喔 甩打喔 這個 尷尬 點一下 沒想到這一台可以這麼爆出耶 好意外 對啊 下來啊 它在最 最低的時候就可以外丟 但是它要彈過來我們才有辦法跟它試 可是我們都是出長條的 對啊 芳合目前還不知道 但是它要彈過來我們才有辦法跟它試 來了 啊 沒包到 再一次 哎 哇 這 這個 這個怎麼辦 吸 哇 就這樣 哇 這台喔 這台真的 再打下去真的快輕啦 那接下來怎麼辦 因為我們好像能出那麼順 那個也有功勞啊 對啊 不然就是那個方盒 方盒喔 哎 出來了耶 然後那個手錶就留給它嗎 哈哈哈哈 但是這一台好像主打是手錶呢 是喔 嗯啊 後面寫賽車立體卡鉗錶 結果那兩顆 其實那兩顆也許價值最高 這個重的 這個這個超重 哎 手機支架怎麼可以重成這個樣子啊 我不解 但是這一個能到吸嗎 撥 對啊 還撥得動 既然你主打這個 我來逆 我來左右一下 他等一下就直接盪出貨 我也這麼覺得 超重 但是沒關係 試試看 哎呦 來一個一個來 這手機支架應該是要跟他拚拖吧 他爪力很強 哎呦 他助攻耶 原本要回去了 射 哎呦 跟羅傑的意思是一樣 走的丟不出來 對啊 但是這一個真的很重 哇這個如果捏薄能不能拚一個拖啊 這樣子 拖 哎 全包 哇他完全沒有想要外丟 但是你捏薄一點也完全沒有想要拖 做我邏輯的概念啊 啊這個咧 這個怎麼講 真的這一台真的很誇張 超狂階梯 通通自殺出貨 哇 他剩下了咧 主打這個卡鉗錶啊 哎呦 所以上來之後 過一下就好 對啊 哦 那一顆 中耶 這顆不輕耶 只是這個 這個我們現在好像要解掉了 還是你先解方盒 好 因為前面那個好像還不錯 可以給他留著喔 對啊 好 外丟 把那個卡鉗錶 哎 然後這卡鉗錶要先再浪一個位置 不然丟一下嘛 然後再 沖一下這個方盒 沖 哎 沒沖 沖一個 哎呦 這個位置嗎 試試看 我覺得要解掉了 來 因為他好像 那個方子好像也沒有往前噴的那個感覺 彈 因為他剛剛其實好像都靠二樓耶 對啊好像幾乎耶 因為二樓彈出來 但是如果後面 看 能不能 這個先把它掰過來 還是剛剛其實沒有他 他們彈的 其實那個力道都過去 我就不知道了 這個我們能不能看 讓我出一個卡鉗錶吧 既然是這一台主打的商品 哦 卡鉗錶 這個 他卡得有點死哦 哇賽 撥到啊 可是你只能抓後面之後 看有沒有機會撞到他 我是覺得應該點一下啦 不然其實有時候不要想太多 全包會不會很好 他會不會撞到 沒有全包看他會不會 因為他是外丟那一拍 但是我先點點看 哎呦 好像有點下去 你說下去這邊 哎呀 沒幫 外卡鉗錶 外丟 哇 都一直外丟感 嗯 這個好像要丟出來 好像沒那麼簡單 太空了啦 對我們完全把它打空掉啦 好吧 我們就最後小試一波 但是這個要衝出來也是有點小難度 好看 剛才都是靠二樓 對啊 再衝一個 自殺 來了 哇賽 再外丟一次 哎 哎 呦 呦 又爬了 這個 我全包好了 意外啊 意外 哇 今天運氣不錯 哎呦 哇哦 哇哦 來了 這要哪一顆 前面這一個 你看 沒想到整廚滿滿 我們把它打到剩三個 也是蠻強的的啦 哎 丟 這邊啦 這次真的沒到 對啊 外丟 剛剛外丟拍是對的 但是他噴錯邊 怎麼覺得那一顆會彈出來 哎 丟到外丟 包屁股啊 哎怎樣 要清台啊 啊 這顆就中啊 嗯 這一顆要彈出來 真的是要很 很大的那個衝力耶 對 丟 就他剛好要衝到那個角度 就也許有機會 就 我們就試 因為剩兩個 我們就 最後 30 有衝出來就有衝出來 好像沒有衝力的感覺 好 最後10元 還抓住 他會下滑 對啊 好 那我們就打到剩下兩個就算了 因為 我們也沒有什麼補位的空間 也沒有打二樓的機會了 那我們就出這一波 那我們再去玩一下 其他的 好 我們尋到了下一場 那這一場呢 在哪裡我們也不知道 只知道是往沙田路的方向 的 轉角處 這一台我剛剛有試了一下 你看他甩幅喔 甩一甩 鬆掉 2秒數 哇 甩到收到秒數爆了 對 他秒數比較短 6秒 那我就 推 2收 我們把這邊補滿 然後等一下我們用多段前推 這一台應該可以出到 他達成他上面的夾送 應該不是問題 然後 這一個 爪力還行 然後這邊這個 鬆 推 2收 但他基本上多段 鬆掉那一刻就一定要下去了 秒數就到了 對 所以他沒有讓你太多猶豫的空間 但是你這台台信 我覺得打到 打成他的夾送應該是可以 這個油了 哇塞 這是什麼 全亂掉 對啊 抽 這能不能給他抽過去啊 哎呀 完全沒動過的感覺 他是不是擋在那裡 對啊 把他全部夾亂 他打得到嗎 應該不行 因為他鬆的 這個 來吧 先出個貨 一個 這個 應該要把它弄起來 對 後面的東西應該都要帶啦 還有這個 然後這邊這一堆 也好上去 然後我們把這邊 這個洞想辦法要把它補好 起 這樣子好 然後多段鬆掉就把它推下去 可是前面這個 這個很尷尬對不對 寬可以 但是窄就不知道了 這樣 可以啦 吸應該是不太行 多段鬆 推二收 這邊應該可以出了 欸 哇 平台 弄巧成拙 哪弄卓成巧 直接變平台 可是等一下我會推那個金證啊 推得到嗎 應該 可以 只要它爪力上得難 應該都不是問題 嘿嘿 來這一個 你要穿嗎 你穿 不需要拿去送人 來啊 哇 哇 嚇掉 嘿嘿 因為它的那個多段前推那個力道是真的強 只是後面我就有點 擔心啦 因為它後面那段應該是塞滿緊的 然後這一個 真的不行的話我們只能靠這個 欸 或者是那些東西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試一下 你看 因為它只要一過來 你看我們這個平台 左邊平台 對啊 多段前推二收 好像都沒有過來的跡象 後旁 一射就有 那這個我可不可以帶出來 讓我插一次 一個抓到寬 嗯 抓到寬的話就出來了 嗯 抓到寬的話就出來了 有 啊 塞太緊了 哇 對 哇塞 那這樣子我們那一個就沒緣了 結果只能打上面這個 我剛剛那一下已經是寬 加吃到最底了 對啊 再沒有起來的話 就出貨了 欸嘿 加五 但它你看上面 它加五送去無法 加八可以送到 A88跟一番賞 選一個 但是我們看這個狀態 還有辦法出三個嗎 除非這些東西要上來 這一個 這一個上來 欸它怎麼黏住啊 欸 沒黏沒黏 然後這邊可不可以多段 讓我拖一下這裡的東西 哎呀 哇那個很重 但它一上來就有 用膩的咧 膩的嗎 膩的嗎 膩的要怎麼膩啊 因為我覺得這邊這個東西要 這一堆東西要帶到 它要帶到之後 往前把它擠好擠滿 你那個隨便拉都會上去 是因為後面有空間 欸 這一堆 欸 欸 來一下 欸 呃 抽 頂抽一下 爪位不要 爪位跑掉 不行要趕快下去 這一台不能猶豫太久 它爪位一跑的話就要先放棄 這這個位置爪位不對啊 這個爪位 有 漂亮 我們再出兩個就收工了 再補嗎 再補再補再補 如果要我們求穩的話 哇 那一個 哇那個又是中的 因為我們還要再選擇兩個 雖然說 如果我們那邊全部打一打的話 應該是可以到 但是 還是打二樓最穩啊 因為不打二樓 難度會再高一些但是 是還可以啊 哇 欸很好 來了 看能不能上去清的 那個保溫瓶上去 哇哇上去 欸就好了 來了來了 那個喇叭壓它一下 嘿 嘿 來 再一個 還是你自己逆那個白色 我試試看 這一個多段逆推 推 二收 上 再一次 再一次 多段逆推 哎唷 能到真的要往嗎 沒關係 再給它一次機會 然後這個再 逆兩拍能到嗎 哎唷 有點太快 還是得用推的 過了 哎唷 來啊往這個方向 這個太輕 嗯這個有點 過去 推二收 欸 這樣咧 再來一次 三秒兩秒 啊 來再來 這一下我直接給它吃到底 耍味 這樣 至少在這裡 來了 Happy ending 欸欸欸欸欸 別下去了別下去 翻出來了 這非常完美 只是後面 我們真的很可惜 那個金證沒帶出來 不然金證帶出來 應該可以出個兩盒金證 不是問題 但就沒關係 我們把它硬撐也撐到8了 我們可以跟台主拿個 一番賞或者是A88 那我們就去密一下台主吧 我們最後去把東西稍微 集中一下 好我們這次夾完了 這次我們能夠夾 這樣子吧 我今天出口感極順 尤其是第一台 這一台呢 真的沒話講 那時候我們好像打了大概 十幾分鐘 全部外丟 自殺 2樓吸波狂出 而且他出的獎品 非常之豐富 我覺得值得稍微介紹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自拍 手持風扇三合一 然後伸縮數據線 電動刮鬍刀 修剪器 然後手錶 喇叭 電視機手機支架 然後這個應該也是耳機 然後又金證公仔 所以這一台呢 出的東西琳瑯滿目 要喇叭有喇叭 刮鬍刀 還有太熱吹個電風扇 還有欸還可以看個時間手錶 我覺得這一套真的是非常的不錯 然後我們後面呢 來到這一場 這一場真的從來沒來過 我們是隨機經過 轉角處我們就進來看一下 那一台我進來有稍微小事的思緣 就看一下 欸哇甩幅很大 他的下爪比較快 下爪快的話 我們就去打前推 然後他前面 你看我們那時候拉一下 把前面做得非常之完美 完全是一樓 然後全部都從二樓過去 然後我們打的短短好像 也差不多十出分鐘而已 就打了夾巴 然後拿走台主的一番賞 所以這一波也是非常不錯 好 今天總共就夾這樣子吧 這次手錶要抽什麼呢 那我們就抽 既然都沒有打很多 那我們就抽最高價值吧 那我們這次 因為整體都打得非常之順 也沒有打比較多的 那我們就抽 今天價值最高的 金正B賞索隆抽獎 送給大家 那這一番賞的 超好棒的這篇尾 大家看一下 喜歡我的影片 讓我們期見 拜拜